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Battle of Senses 勝負反手拍 由Emma Stone、Steve Carl 主演的這部網球電影 我非常推薦給喜歡這個主題 女性在男性的打壓之下要求平權 或者是喜歡Emma Stone的人去看 不過這兩個族群的重疊率應該是蠻高的 真是一部不錯的電影 看起來是一段經歷奮鬥之後 終於獲得勝利 感人勵志的故事 但看完之後會有一點出乎你的預料 故事的重點其實放在這場性別戰爭 是怎麼發生的 勝負反手拍是在講 美國70年代一段網談的真實故事 已經退休的球王挑戰當時的女子職業選手 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話題性 劇本基本上是以Emma Stone飾演的Billy Jane Kim為主 以她的對手Bobby Riggs為福 敘述這樣的一場性別大戰是怎麼誕生的 以這一男一女的雙主角去介紹當時的社會背景 我想現實社會當中兩性平權的戰爭也都一直還在發生 兩性之間為什麼要大戰 就像Emma Stone 本人曾經也為了女性演員的片酬 普遍低於男性演員而發出不平之聲一樣 主角發現了女性選手的獎金低於男性選手之後 就發起了一場獨立運動 她要求網球選手的獎金不應該因為性別的關係而有所差別 Billard Polman 所飾演的老闆這一種種 女性生理構造的藉口回絕了她 於是在女主角這邊很簡單 她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而發起了她的戰爭 而另外一方面Bobby Riggs 是一個已經退休之後 娶了一個有錢的老婆 無憂無慮卻不甘生活的如此無趣 兩性平權當然指的就是一方要求 另外一方把原本擁有的特權給取消 當時的男性就因為女性意識的抬頭 而感到失事很不開心 Bobby Riggs 突然就藉由這場網球的性別大戰 成為了當時所有的男性可以一吐怨氣的一個英雄 兩位英雄最終就要在這場比賽當中分出勝負 我們可以看到男性在當時是可以如何在公眾場合裡面 羞辱女性並且引以為傲 而另外一個主角則背負著不知道多少的壓力 她必須只能贏不能輸 不然她所有做的努力全部都會白費了 女性真的只會被當作看扁的一方 真的會被看作一種次等的性別 這是一部從現代這個角度回去看過去的一個電影 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不自覺的用我們現在的觀點 去回看當時的世界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人的未來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後來的走向 很多台詞因此會有更多的意義 劇中的人物在等待一個更好的未來 也都好像在問我們有沒有替他們製造出一個更好的未來 艾瑪史東在這部電影的演技真的是栩栩如生 她把Vision King的很多動作模樣都詮釋得很真實 但我個人比較看不到艾瑪史東在這部電影中 展現她原有的那種魅力 如果說表演是一種模仿秀的話 那她可以很高分 但不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我一直到比賽之後她獨自一人進入休息室的那一場戲 我才感受到這個人物的情緒通通釋放出來 可以說是整部電影的一個精髓 不然整部電影中一直讓我有一種她被困在這個角色裡面的感覺 Steve Carell 則非常好 喜劇的風格演出這個角色可以說是再適合不過了 有點誇張的表演把這個自大到月球上的混蛋詮釋得挺有趣的 但又不會失去應該要有的真實感 伊莉莎白書則飾演她的老婆 兩個人的搭檔很成功的把這個女大男小的婚姻關係給呈現出來 讓我們看到這一位在外頭呼風喚雨的大男人 在家裡面也是一個需要被保護的小男人 身夫反手拍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並且幫我分享出去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